这么多秋冬百搭包包 快来看看吧 现在来给你们分享一个 这个软乎乎的毛毛包 这个包光看着就已经很暖和了 它是羊羔龙的面料 摸起来手感很舒服 而且它的容量也很大 像雨伞啊保温杯啊都可以放进去 包包一共是配了四根不同的肩带 可以单肩斜块 也可以腋下手提 像秋冬对这种毛龙龙的东西 真的是爱不释手 第二只就是一个托特包 这个包它做的是硬包身 整个包型看起来还是很立挺的 我选的这只是中号的 它的容量真的非常大 可以很轻松的放进13寸的电脑 而且包包里面还有做了隔层 可以方便收纳 我感觉这个包包蓝百来块钱 其实也不算贵 像这种款式我们是可以背很多年的 不管是学生党上课啊 还是日常通勤都很合适 然后就是这一只菜篮子的包包 它就没有很复杂很花里胡哨的设计 就是一个很简单的款式 但是看起来质感又非常的好 它是这种荔枝纹皮质的 包口做的是这种瓷吸扣 包包里面还有一个单独的子母袋 东西装在里面就不容易乱 接下来就是这一只小包 我选了一个巧克力的配色 我觉得这个颜色真的很浓郁很好看 包包的前面做了一个这种爱心的搭扣 然后上面就是字母的刚硬 像这一只包包除了可以单肩斜块 还可以变成双肩宝贝 上身真的超级可爱 很适合日常风格比较甜美的姐妹 这一只包包是我最近使用搭配频率很高的一只 它就是一个很简单高级的款式 包包的皮质很软 所以上身它就会有一个很自然的褶皱堆积感 看起来就有一种很慵懒随心的感觉 搭配大衣很好看 最后就是这一只休闲运动风的包包 这只包包其实是给我对象买的 就是为了我平时出门逛街不想背包的时候 就可以把我所有的东西全都装在它的包里 这个包虽然看起来挺小的 但是它还挺能装的 像我的口红气垫雨伞梳子都可以装得下 而且这个款式我觉得男生背起来也很好看